好創下刚刚看到的是我播了上个礼拜五的晚上台北时间礼拜六的时候呢 川普召开了一个将近长达一个钟头左右的记者会 记者会的前半段大概有半个钟头 他不断的嘴美国经济会改善 不只是7月改善9月10月11月 今年经济会很好 因为上个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字比华尔街预期的好 他大概花了半个钟头奖 美国经济好棒棒 我穿威武我穿好棒棒 另外半个小时他很认真的又重新算了疫情病毒来自中国 中国胡搞瞎搞禁止武汉飞机飞北京 结果让飞机到处飞全世界还飞到美国 还把疫情传染造成美国重大伤害 川普再度重新定调拼经济拼选战然后打中国 上个礼拜有记者会川普神弦气定 而且精神很旺盛的讲了一个多小时 为什么因为他感觉他又出运了 这个先前的疫情先前的抗争 他觉得他都出运了 尤其是在经济上对川普来讲 他觉得得到了强心增 因为美国五月公布就业数的时候 原来是预期会更惨 有19% 结果没想到出来的数字只有13.3% 比四月的14.3%都还要好 而且本来预期又要增加900万人可能是要失业的 结果没想到非人的就业人口竟然增加了250万 代表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整个状况 所以股市冲起来了 而川普的自信息也很高 所以就开始讲很多了 川普做经济 川普怎么样 9月 10月 11月 投票前三个月 经济会很好 美国的经济复苏会像火箭一样冲上天 那川普底气足了 底气足了 当然对付中国的这个整个火气也就更大了 所以他重新的再讲一遍 武汉肺炎是中国最差劲的礼物 为什么差劲呢 他说你看当时的时候 你把武汉给封住 中国的其他地方都不能去 可是你故意让武汉的人逃到全世界 所以全世界是因为你川普 中国控制不好 所以让全世界都陷入这个疫情的困难 中国太可恶了 所以他对中美贸易协议也完全改观 但是既然中国这么可恶 所以美国鹰派就认为说 那你川普就应该要好好的对付中国 而对付中国就要指导黄龙 不要打那些周边 指导黄龙谁呢 所以美国呢 开始有鹰派要求 川普你要冻结 习近平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资产 或者习近平家族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资产 那习近平的家族到底在全世界资产有多少呢 其实美国一直很关键 2012年的时候 彭博社就曾经调查说 美国呢 光是习近平的姐姐 齐小巧还有她的丈夫邓家贵 他们竟然在美国那边 他们拥有的资产是3.76亿美元 然后负责的是稀土地产手机通讯 连在香港 现在他们要去用香港法 香港法的香港都有七处地产 价值有5560万美元 在香港的地产 这都是齐小巧家族的 然后这个家族里面呢 2012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是那个 肖建华有当时发言人就说 说齐小巧开始把那些股权呢 有些早期的股权出托是为了家人 因为那时候习近平刚好去登位 可是到了2015年的时候 纽约时报还去查 查到说不太对 因为当时习小巧他们给了一个万达事业 他们是早期投资人 出托他们的股权 给了秦川大地的一个副总经理 叫做徐再生 可是美国却发现 这个徐再生呢 一直跟习小巧长期的伙伴 长期的合作 所以当时的美国之音还质疑 会不会是白手套 所以习近平家族这些资产有多少 而且呢 去年的时候澳洲里面还发生了 习近平的表弟习民到处还坐私人飞鞠 去享受了澳洲赌场大亨的招待 这么多的问题 如果真的把习近平的家族的资产给公布出来 恐怕习近平在中南海里面会面对更大的风暴 而习近平对抗川普的整个力道也会减低 然后另外一个川普还有一个更好的礼物是 虽然美国现在所有民调都说他输给拜登 可是英国的民调 有个民调出来是说 现在如果投票 他赢拜登一个百分点 而且百分之五十六的人认为川普这次在处理的事情 非常好 而拜登呢 有五十六的人根本没作为 所以川普这时候底气又越来越足了 2020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年 一方面我们看到历史性的四季瘟疫的疫情 另外一方面看到人类面对病毒 面对疫情之后 到底要如何的做有效的管理 那现在看起来美国的这一个解封过后呢 那以股票市场的反应来讲是V型的反转 美国尸体经济到底可以复原到什么程度是外界观察的重点 中国的处境也一样 但是这个乌肉偏逢连夜雨 创下最近是广西还大雨 所以天灾人或苦日子可能有好长一段时间要过 李克强要苦日子仅日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惨日子 而惨在哪里呢 就五月三十靠开始 广西下大雨 那雨的一直下下下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十万名的灾民 三十万名的灾民 这数量就已经非常大了 而且呢 它淹掉了一万四千多公顷 你看没有 就是这个灾民滚滚的黄水 然后整个就要淹下去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你看到画面里面 它不是只有黄水淹下去 它已经获提出来了 就有一万四千公顷的粮田 通通被淹掉了 所以它不是只是淹水而已 包含粮食都出了问题 有一百二十八间的房屋 在这个淹水的过程中都已经淘汰了 所以光这个直接的损失 融损就是三亿人民币 那至于里面还没统计出来 粮食有多少又不见了 到底这些三十万的人 你要怎么安置 这是一个灾情 那这灾情之后 只是现在开始下雨开始 我们知道从现在开始到后面 整个雨水会越来越多 长江或什么 显然他们都非常紧绷了 那更惨的是 其实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苦 失业率这么高 要做卖的最重要是粮食 中国大陆的粮食 又出了一个问题 秋行虫 又已经重新出来了 可是秋行虫 目前为止 二月三月 中国已经对内部 发布了四次的警告 而且它现在这次 去年秋行虫 就已经让他们粮食吃了 这一次才这样子四月三月 破产的面积 是去年的九十倍 所以你看它的秋行虫 它的农田或什么 九十倍的面积 所以到时候农业又会出问题 然后猪肉还是一样 没办法吃起来 因为云南再传出非洲猪瘟 丽江的一个农场 里面呢 一百零二条 就一个刚生产的幼猪 有八十二条都种了 所以又扩散 而且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九个省都宣布 还有非洲猪瘟 所以中国现在吃喝睡 还有旱灾 烙水灾 恐怕才是最苦的 这番狂 这边 我再来 我再来 我再来